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12月9日下午 2022年短道树华世界杯阿拉木图战 第一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较亮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男子5000米1分之1决赛的比赛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我们中国队 广场比赛 中国队后城上演的逆转好戏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本次中国队风铭派出了 李坤、林孝俊、刘冠义、顺家华 这四人球战 广场比赛 中国队的最大机会对手就是意大利队 比赛开始后 李坤起跑非常不错 一下子就出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意大利第一半选手起跑 就会稍微逊舍一些 出来落后的位置 不过才滑出没多久 意大利选手很快就逆转了 李坤出到了第一位 第一次交接的时候 意大利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棒 而中国队也仅限于其后 完成了交接棒 由于是5000米的路程 只见林孝俊并没有马上发力 而是采用跟随站的说 接下来意大利队继续处在 领滑的位置 而中国队处在第二位 一直在等待实际的出现 当比赛还上下25圈的时候 中国队被身后的乌克兰选手反超 排名调到了第三位 而意大利队依旧还是处在领滑的位置 当比赛还上下24圈的时候 中国队依旧还是处在第三位 这个时候已经落后前面的 意大利队4米远的距离了 不过这个时候 只见中国队很快从内道反超了乌克兰 重新出到了第二位置 当比赛还上下24圈完成交接后 只见林孝俊奉力逆转了 意大利选手冲到了第一位置 去让身后的意大利选手 想要重新夺回第一位置 不过被林孝俊牢牢控制着内道的位置 并没有让对手得逞 当比赛还上下5圈的时候 中国队处在第一位 这个时候中国队已经成功套圈了 最后一名选手 接下来 意大利队一直试图想要去逆转 不过中国队一直控制着有力的位置 并没有让对手实现超约 当比赛还上下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 只见林孝俊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获胜加速能力 开始奉利冲刺 只见林孝俊很快在身后的意大利选手甩开了 只见林孝俊率先冲过的中文点 最终中国队以6分55秒400的成绩 夺得第一晋级下一轮 而意大利落后0.155秒 获得第二名晋级下一轮 从最多只排在第三位 并落后4名 再到后城爆发 奉利逆转夺第一 也期待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铁鱼谁是 有我大手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